惨!正妹编舞老师Chemico突变韩国大妈,连大楼管理员都认不出,奈谁?让他当场有苦说不出。 Chemico老师曾经知道过许多艺人,之后转往目前发展,知名度大开。 但他最近,外形似乎有了微妙的改变,最近在脸书自报,回家时,竟吓到楼下管理员都认不出来,只问,你几楼的访客? Chemico在脸书PO出一张,画上红唇,身穿粉红色洋装,搭配白色针织外套,手上还搭配相同色系的包包,脚踩相钻两血。 头发微微侧家,若有所似您望远方的美照。 他把照片上传,立刻吸引大批粉丝点赞,直夸老师好美,他也在复文中透露,这身打扮出门,竟让大厅管理员吓到认不出,准备回家还得拦下询问。 Chemico外出被管理员拦住,对方竟完全认不出他。 当时,Chemico面不改色,直接说出想前往的楼层,这时管理员伯伯才意识到,眼前的人是大楼住户,连忙补上,老师。 穿这样好美,我今天完全认不出奶。 虽是于仁杰得到称赞,仍让他喜上眉梢,只喊,开心,谢谢伯伯。 网友看到PO文,除了大赞Chemico住处的管理员伯伯有眼光,也有人笑称,根本是辽内阿,阿伯年轻一定不简单,是搭战吧。 阿伯这样不及格,美女就该记住阿,阿伯很会,也有人惊讶表示,其实我也认不出这是老师,我刚看还以为是谁XD。 林瑞君的父亲是牙医,其母亲为老师,家境富裕。 四岁开始学习芭蕾舞,国中毕业后曾致维也纳断期习舞。 曾参与舞灯奖,获得未免资格,此外,曾获台湾双枪,双彩,民俗舞三廖冠军。 带给林瑞君最多启发的舞者是碧娜,鲍絮和马丹娜。 在正修工专机械科就读期间,加入学校的舞社,开始学习街舞。 毕业后,插班考进辅仁大学体育系舞蹈组。 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纽约NY Broadway和STEPPS半年,学习街舞与非洲舞蹈。 回国后,在台北市数个健身俱乐部担任舞蹈老师,有多位艺人向他学习舞蹈,他也为艺人编舞或是做肢体动作指导。 自纽纽约归国后的数年间,每年皆会至纽约短期习舞。 在上康熙来了节目后,成为艺人,担任舞蹈选秀节目《舞林大道》,《舞力全开》的庭审与指导老师。